武漢到底有多少人因中共病毒死亡 至今依然是迷 被防止逝者家屬追責 中共不但全程控制喪葬事宜 還嚴密監控逝者家屬 封殺家屬微信群 訓斥威脅群主 公安更警告 如果維權召集超過5個人 就會被抓 據《紐約時報》5月6號報導 湖北宜昌的公務員譚君 是中國公開就疫情提告中共當局的第一人 網上流傳他的一份起訴書 他指責政府隱瞞掩蓋病毒的真實情況 導致民眾忽視了病毒的危險 放鬆了警惕 疏忽對自己的防護 他說 1月初病毒已經開始流竄 湖北官員仍在武漢 舉辦了約4萬個家庭的萬家宴 他呼籲政府向人民道歉 不過對逝者家屬來說 道歉是遠遠不夠的 武漢市民張海希望為父親追討賠償 並希望有關官員受到更嚴厲的懲罰 張海76歲的父親因中共病毒併發症 2月1號在武漢一家醫院病逝 他憤怒之下註冊了微博 並取名《血在手中》 因驗證沒通過 又改名《血在手中》 提醒自己莫忘喪腹之痛 三個多月以來 他通過微博、微信和媒體發聲 公開籌款設立遇難者紀念碑 拨打武漢市長熱線 換來的只是警察對他的無盡騷擾和全面監控 武漢市民呂先生表示 在中國 逝者家屬向當局追責的前景非常不樂觀 呂先生說 依照政府維權 他們會用盡手段把你所有的渠道全部毒死 你去進駐也好 去政府門口示威也好 這麼多年 實際上政府最強大的這個粉絲問題 你帶著把這個黑暗給掩蓋住 這是他們一貫所說的 我們朋友聚會的時候就說 政府它並不是公正去解決問題 而是掩蓋問題 呂先生說 病毒爆發時 政府就應該公開信息和資訊 但它一昧的隱瞞 造成了天量損失和惡性蔓延 但它並沒有感到歉意 就像文革發生那麼大事 它也沒有懺悔 也沒人敢提出賠償 何況現在疫情這種政府一味的甩鍋 推卸責任 然後繳渾水 所以它是絕對不可能 因為它如果說 賠償你 就間接的等於說承認了這個事 是它自己所造成的 為了推卸責任 中共還禁止家屬抱團取暖 張海曾見證100人的家屬微信群被封 群主被警察上門訓斥 他現在所在的家屬群也很難討論維權策略 公安威脅如果維權召集超過5個人就會被抓 何張海有著相似經歷的劉佩恩 3月底 在武漢官員的陪同下埋葬了父親的骨灰 他在網上討論疫情 並接受外媒採訪 他說 地方官員寸步不離地跟著他領骨灰 他因此遭到全面監控 警察還上門威脅 要他考慮11歲女兒的求學和生計 他4月9號在視頻中說 一個月內不再發生 被抓就沒法抗爭了 他深知起訴政府可能令自己消失 關於如何有效的維權 他說 政府早期瞞報信息是最關鍵的突破口 是鐵證 他已醞釀好下一步計劃 目前在紐約的陳建剛律師 3月初和其他律師和公益人士組成律師顧問團 幫助家屬索賠 但是現在的情況非常艱難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說 在中國 起訴政府是不可能在維權層面解決的 一定要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 中共病毒整個事情 從它的發生發展到目前的局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清晰的線索 就是中共它一手造成了這次疫情的爆發 而且它盡了一切的努力去掩蓋 去歪曲 去消滅證據 然後呢 這當中造成了這麼多的死難 所以說呢 你去找一個櫃子手去給自己維權 這真的是不可能 盛雪提醒 要討公道不應該用維權的手段 而是站起推翻中共專制 這樣所有的問題才能真正得到解決